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星期日早上更多的 我们会做短一点的教导 给更多时间我们可以去经历上帝的大能 很开心 你真的很高兴 兴奋 我不想在这里讲一个小时的教导 真的很感动 看到上帝的感动在这个地方 我说这个会不会结束 但如果你想你可以离开 一半的人继续留在这里超过40分钟 And Sean Basson started prophesying And because he didn't know anybody He doesn't know how accurate he was 他不知道他有多准确 Shawn my son and grace Shawn married to Bonda Bonda Anyway Shawn was praying And he was watching on TV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a tornado Lifting these big motor cars into the air CVs whatever they are And he saw that on TV And he saw that on TV said Lord I want some RVs and I want tornadoes And he saw that on TV said Lord I want some RVs and I want tornadoes 捲风在这个地方 Anyway God is speaking very accurately 神是很准确地跟我们说明 当上帝是恩高越高的时候 就越容易他有先知愿的宣告 更加容易看到这事发生 所以我想跟大家说 这个基督的新娘 高阳的神父 高阳的神父 这一件事在圣经里面 是最大的秘密 如果你是明白 高阳的神父的秘密 你就真的准备好 在天国里面 我意思是在地上的天国 教会可以很多东西 是一个军队 可以在一个地方 身体 但只有一个身份 是可以去到永恒的 就是基督的身父 天父是知道 亚当是不好 如果他是一个人的话 因为天父知道 他的儿子 是想要有个新娘 亚当是有上帝的荣光 但是他是很孤独的 所以上帝就给他一个新娘 从他的肋骨 取出了一个女人 天父是从基督的身体里面 抽出一个新婦 以法所书五章 讲了是丈夫和太太 我们用在婚礼上 可以的 但保罗说 我不是真的讲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我讲了基督和他的身父 我们就是那个身父 我们要学会 如何跟我们的新郎一起 是有更多的影响力 更多我们去影响他 更多基督就会将他的 轻香 他的油膏 是倾倒在他的身上 所有的创造物 所有政治的经济的体系 所有的历史 只是说一样东西是存在的 在国家的里面出来的 天父就会将他的 儿子的身父 带出来 一个永恒的身父 没有任何东西 比这个身父更加影响到基督耶稣 甚至不是他父 他父亲 他父亲 有最大的影响力 辛苦对于新郎 是有最大的影响力 我的自然的父亲 没有太大影响到基督耶稣 他的父亲 对于他的生命 没有基督耶稣 对他的生命里有那么大影响 基督耶稣 有更多影响到基督耶稣 比任何一个人 全世界任何一个人 对阿Blob更加影响力 这也很尝对 是否因他 他比任何一个人 对阿Blob更加影响力 第一,在星期五 她們真的會在44年結婚週年紀念 第二,她生了三個小朋友 給了八個孫子 Bonnie和Shauna也快要有一個 好運動,好運動 Amen,謝謝 像父母還是教士 Glinda和Rob在屬靈的前線 已經爭战了超過40年 她在很多拒絕的傷害中 她很有經驗 那些人不能太傷害到Rob 但是當她看到 人們傷害Glinda的時候 就是最傷害她的時候 40年從來沒見過她 心變得很苦毒 她原諒了很多傷害過她的人 她是一個忍辱者 她很想幫助所有的人 她很想去忍辱她和幫助她 她是最難的 她是最難的 她很愛人 第四點 第四點 就是因為Rob看到Glinda 在44年裡 是充滿智慧 和愈來愈有恩典 第五點是因為Glinda是Rob最好的朋友 我愛她 她很愛她 我沒有辦法用詞語 可以形容得到 她很愛她 很尊重她 很珍惜她 有些時候 Rob很喜歡看著她的時候 Glinda也不知道 然後Rob看著她 Glinda在看電視 Rob在看著她 因為我可以說是有些障碼 我能夠解釋 我能夠解釋 Glinda的描述 她是靈感的 她是靈感的 我可以認識她 Rob很清楚Glinda 究竟是甚麼時候 是甚麼情緒 有甚麼想法 我相信 當你跟一個人 越來越長時間 在婚姻裡 你就會越愛她 所以這就是原因 Glinda有最大的影響 他的太太有最大的影响力 对于他的丈夫 谁对基督最有影响力 谁对基督最有影响力 就是他真正的新娘 不代表每个人来到教会 就是他的新娘 每个人是真的认识上帝的那个才是 每个人都是在上帝的灵里生出来的 我们是很多不同的人组成的一个新婦 所以我们都对我们的新郎有最大的影响力 当我们从心去敬拜他的时候 是令到他不能呼气 他就是享受在一个 享受的里面 不是代表你有什么肉体上的连结 没有这个东西 但是有一个很紧密的关系 如果Glena是没有办法有小朋友 如果不是和我一起 那太太就不能和我上帝的说 你给我的宝宝 那神就说 你不就和你的丈夫睡 No I don't want to I don't like him 他说我不喜欢 我不想和他一起 But Lord give me a baby Give me a baby 但神你给我的宝宝 给我的宝宝 那你想想 你是不是还在婚姻里面 There's only one perfect conception for Jesus That's Mary without a man But anyway don't worry about it You cannot produce the creativity and the miracles of the kingdom without spiritual intimacy with your husband Your spiritual womb needs the seed of his presence Your属灵的子宫 是需要他的存在同在去生产出来的 Amen Now When John was on the island of Patmos John was Sorry John was on the island of Patmos 我约翰在拔摩岛 有天使临到他当中 We'll read about it now We'll read about it now And angel came to John And he said to John Come with me I will show you the bridegroom I'll show you the bride I'll show you the wife of Jeob I'll show you the wife of the lamb 那天使与约翰说 你跟我来 我会告诉你 让你看到 究竟基督 这个羔羊的身父是谁 有多少人是想知道 经历到天使来到你当中 我会告诉你 谁是基督的身父呢 我们打算是否在天堂里面 有个新娘 穿得很漂亮 你知道天使显现了什么 给约翰吗 这个羔羊的新娘是怎么样的吗 约翰就说 我是在灵里面 带到那个地方 去到一个很高山的地方 高山是代表 是有权兵的 一个能力 的地方 是代表着 是很大的影响力 在这个地上 他给我看到 这个新的耶路撒冷城 在天上 他见到这个新娘 就是新的耶路撒冷城 降临在地上 去影响大地 新娘是 满笼罩住新郎的 那个恩高恩典 当他去见一个牧师 我不是很在乎 他的讲道 有多庆 我也不是很在乎 他教会有多大 我只是想看到 他的新娘是怎么样的 因为如果你的新娘是不开心 或者是代表你有些问题 留在你的侍奉里面 你纯粹是做一个事工 而是忽略了这个新娘 你的太太应该有新郎 就是丈夫的荣光 今天来到的Rob 就和他分享了一个预言 就是说 神在祝福和影响 医治我们的地方 丈夫的荣光 是来到 是笼罩着我们的新娘 我们的教会 你知道吗 耶稣很爱你们每个人 他是最好的浪漫者 我记得1980年 都那时候很混淆 律法和恩典的教导 当然他现在不是 很多这些混乱 是律法和恩典的牧师 有时候你很好的人 有时候很坏 有一天早上星期日 我会很强硬 磕刻地去广道 然后回家想着 我今天做得很好 然后在灵里 我听到新郎的声音 在40年里 我只听过两次 他用这样的态度 这样的语气 跟我说话 他说 儿子 如果你再伸手 打我的新娘 你再伸手 打我的新娘 你再伸手 你再伸手 祝福她们 不是去伤害她们 他说 你没有为她们而死 她不是你的新娘 她是我的新娘 这个经历上耶和华 这个经历上耶和华 是会来到教会 新娘不是给我们的 是为了新郎的喜悦而存在的 那是为了新郎的喜悦而存在的 那是为了耶稣 祂说了 耶稣 是为了皇帝 不要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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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永远都不可以 去剥夺新娘 我们要互相互相爱 因为我们已经和新郎 坐在天国的上面 你去爱耶路撒冷 不过不是很拥有她 你们每一个人 就在新的耶路撒冷 已经在天国上面 就是说你已经属于圣洁的城市 你是天国的新娘 是用着天国的权兵 是去统治这个世界的 我们看《启示录》21章 1 2 3 go 1 of the seven angels who had the seven bowls full of the seven last plagues came and said to me come I will show you the bride the wife of the lamb and he carried me away in the spirit to a mountain great and high and he showed me the holy city Jerusalem coming down out of heaven from God it shone with the glory of God and its brilliance was like that of a very precious jewel like a jasper clear as crystal that's what the church is becoming can you say amen just lift your hands and say that's what we're becoming amen 这个就是我们将会成为的圣殿 中文 我们一起读 拿着七个金碗 盛满末后七灾的七位天使中 有一位来对我说 你到这类来 我要将身负 就是高阳的妻 只吸你汗 我被圣灵感动 天使就带我到一座高大的山 将那由神那里 从天移降的圣城 耶路撒冷指示我 城中有神的荣耀 城的光辉 如同极贵的宝石 好象碧玉 名如水晶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将会成为的形象 我们新郎的荣光 是来到我们香港的地方 就像他那么帅 那么帅 我们也很美女 感谢上帝 他是男人 但是他是基督的神父 好圣洁 成为他这个神父 祝福神 我们来看 以弗所思六章 你想不想有恩典流动 在你的生命当中 好,我们来看 Ephesians 6.24 Grace to all who love our Lord Jesus Christ with an undying love 好,这里就是说了 并愿所有诚心爱 我们主耶稣基督的人 都亡恩惠 神很不喜欢 当我们用嘴巴去敬拜他 但我们的心离他很远 在启示录二章里面说 由一至七节 耶稣就同以弗所成的 这个神父说 你做很多东西都很好 你做这个东西都好 那个东西都好 你令到假的教义 假的先知都可以暴露出来 他们做了很多好的东西 但是你是失去了最珍贵的东西 你对我的最初的爱 你是失去了 很多人都以为耶稣 觉得耶稣很棒 你做所有东西都对的 但是你失去了 对耶稣那种热成 那种爱 今天全球的牧师 很多牧师都失去了热成 有些可能是四万个人 的教会可能有些只有四十个人 他们消耗了他们的热成 他们失去了跟上帝 这个亲密的关系 他们纯粹好像做生意 去做教会 他就好像一个总裁 在一个公司 就是地上的公司一样 他们为了去做这个生意 太忙 看到他们连祷告 灵修时间都没有 有很多时候 之前在南非 在澳洲 甚至在这里 很多时候 都会跌落这样的陷阱 但突然间都会 去警醒 上帝 我要爱你 我会用我的心去爱你 Jol Wong 你知道Jol Wong 他在教会吗 Jol Wong 之前的牧师 新加坡的牧师 来到港道 我在马尼拉 我在马尼拉 跟他和他的太太 有很好的早餐 他说 Rob 在新加坡 这些牧师 他们会很生气 不知道为什么 在新加坡 很多牧师 都会很生气我 因为我试试教导 恩典的教员 如何增强 这个恩典的恩高 在他们当中 但是他就说 你这个人 是教错的东西 你的教导 令到所有的牧师 这些关怀都消耗了 你教他们 你的牧师的压力 是轻散的 然后他的腰力 是轻散的 那你 听说 耶稣的压力 是轻散的 然后他的腰力 是轻散的 然后他就轻散的 然后他就轻散的 那么耶稣 在耶稣的压力 是轻散的 所以将你所有的 这些负担 这些爱 你放在上帝里面 那究竟我是将我的 这个重担 给谁 给我的牧师 还是给我的上帝 圣经里面说 所有的人 是因为圣灵 而跟随那些 才是上帝的 而不是牧师 我们是望向耶稣 是我们生命的 那个主权者 是我们信心的来源 但是很可惜 很多时候 就是我们失去了 这一件事 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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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香港人 看到这个 我没有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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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的 以不所的 教会 他都很正确的 哇 他们做了 所有正确的 很正确的 教义 但耶稣就说 我的新娘 你全都错了 他们是否做了 一些不道德的事 不是 他们做了 他们做所有的 都是对的 但他说 你失去了 对我原先 最初头的那份爱 我可以跟你很肯定 是所有的丈夫 如果对太太有爱 我会问丈夫 这个问题 你究竟 喜欢哪个 你喜欢哪个 你喜欢哪个 你想你的太太 做所有对的 或 她只好单单 疯狂热爱你 现在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正确的社会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正确的社会 我记住 她已经65岁了 很老 古老的 我认识了 我认识了 做了所有东西,帮她洗衣服,洗鞋,煮食材给她吃 但是不爱她,估计她会不会开心呢? 她是不会开心的 她曾经在地道遇过一些很不开心的丈夫 她们的太太做了所有的都对 她们的太太很有责任地道德,但是失去了疫情 丈夫是一点都不开心 她宁愿家屋很乱七八糟,但是她的太太常常都疼她,说你很正 我们一起说Amen 有些人说耶稣很有口词大 常常都说,敬拜耶稣,基督,那他就好像很伟大 但是不是,当我们要敬拜她,爱她的时候,其实她更加爱我们,为我们牺牲一切 女士们,如果你知道你对丈夫有多大影响力 I promise you it's not doing everything right and being boring and unloving I didn't marry a servant, I didn't marry someone to mechanically do everything right I married a gorgeous woman that I need her to really love me Then she magnifies me and I want to just give her everything I've got I want to give her all my money, my love, everything Because she can influence me by loving me You can influence the bridegroom church by loving him Come on Rob不需要娶一个像伯仁,而是需要娶一个很漂亮的女人 全心全意去爱她,令她愿意付出所有爱她的太太 And ladies, if you can't do it by will power, do it by faith 女士们,如果你没办法用意志去做这件事,用信心去做 The longer we're married, we're either building up more and more resentment Or we're building up more and more momentum of affection and respect for each other 越长的婚姻有两个结果 一个就是你会越来越对对方有苦毒 另外一个反而是你会更加爱惜去爱对方 有时候在西贡的家里面 即是每一天 他去敬拜上帝 在这个房间里充满了上帝的荣光 我听到他的声音 我儿子你想要什么 我会给你所有的 我说,哎呀,神啊,我真的想更多要你 因为我知道当我拥有全部的时候 我会拥有更多 不要说他要钱 当你拥有他的时候 你就会有的 不要用你有的去计划你的将来 用上帝所有的东西去计划你的将来 要啊,朗尔本吉 在亚历至西非洲里面 便是一个很年轻的宣教师 � авicus 上帝跟他说 我可以给你一百万 但是你想不想要现在有 Raha就跪下 在一个很骚髒的地上 他就举了双手 他说 神啊我不想要一百万 我想要一百万 施过灵魂 透过Raha Bonki的侍奉 有超过一百万的人 几百万的人来认识上帝 他是唯一一个人 在一晚里见到超过一百万人 是信主 那就是说 那些是寻求上帝的 我会给在这个 寻求上帝的心在他里面 当你是喜悦他的时候 当耶稣在你生命里面 比任何人都来得更重要的时候 当祂是成为你人生最爱的人的时候 祂会把对的喝求 放在你的生命里面 不是一百万 是一百万的灵魂 当祂说 可以去过百万的灵魂的时候 上帝给更多的他 在他今次的支持的时光 最容易跟随圣灵去行 就是你爱这个新郎 当时他在 在澳洲的一个海边 他去敬拜上帝 上帝就给了 爱香港来到香港 宣教的心志 是给他的生命里面 很多时候 我们经常都说 我很想知道上帝的心意 是什么 寻求主意 但不是这些重要 是你要先去爱他的时候 他就会将他要你做的事 放在你的生命里面 当中 耶稣是我们的丈夫 不是我们的老婆 他不是好像我们 去整个人去拿东西 耶稣会给他的新娘 所有他知道的新娘需要的东西 当我们每一天都去敬拜他 去爱他的时候 我们的心就会越来越洁净 他就会更多地谈到他的恩高 在我们当中 亚哥书就是耶稣对他的教会所说的 我们就发完了 我们就发完了了 他就说 我妹子,我辛苦,你奪了我的心 你用眼一汗,用你汗上的一條金鏈奪了我的心 那剛才其實英文版裏面有一個叫My Equal Equal的意思就是同等 這個就是你看得到上帝是多麼愛他的新娘 The Chinese are very efficient. 我們很短的中文 Wow, this is beautiful. Anyway, that's a few characters, just a few characters says a whole lot. Very clever language Chinese. 中文有很深厚的底文。 And I see people writing Chinese, I go, wow, how can you do that? My grandson,Rada,Robert Rada Rufus, he's Chinese, but he's got Glenda Me in him too. He does, he's got Rufus blood in him as well. 有華人的血統裡面 And he shows me right, he goes, look, grandpa. Wow, wow. Dangani,你看看,我可以寫中文了,他就很驚訝了. And he goes, yeah, man. And he goes, yeah, man. And he says, yeah, man. And he goes, yeah, man. And he say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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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And he says, yea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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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ah. And he brings us lots of Chinese lollies, sweets. And he brings us lots of Chinese lollies, sweets. And he says, eat these grandpa, granny, you'll be able to speak Chinese. And then we throw out every Cantonese word we know, even if it's not connected, we just throw it, and he goes, it's working, it's working, eat some more, eat some more. This is the desire of our bridegroom. This is the desire of our bridegroom. He wants to bring the glory of the new Jerusalem into the earth. He wants to bring the glory of the new Jerusalem into the earth. He wants to bring the glory of the new Jerusalem into the earth. He wants to bring the glory of the new Jerusalem into the earth. He wants to bring the glory of the new Jerusalem into the earth. He wants to bring the glory of the new Jerusalem into the earth. He wants to bring the glory of the new Jerusalem into the earth. He wants to bring the glory of the new Jerusalem into the earth. He wants to bring the new Jerusalem into the earth. He wants to bring the new Jerusalem into the earth. He wants to bring the new Jerusalem into the earth. He wants to bring the new Jerusalem into the earth. 天国的国度已经来临 有些国度上的东西已经来到了 更多国度上的东西会降临 更多更多会降临 到了一个位置在香港充满着荣光 日与夜都充满了 上帝这个荣耀当中 当你闻到的轻香 你感受到的因果的时候 是没有办法去拒绝他的降临 他的触碰 更多更多成千上万的香港人 是会被得救 这里是一个城市 人家甚至会飞搭飞机过来这里 是得着医治 天国是更加多的增加在这个地方 我们知道当我们的身体转化成另一个形式的时候 就是天国真正降临的时候 更加清晰解释 没有一个人可以走在地上 就是一个不死的身体 当耶稣降临的时候 我们才会被提起 如果我们继续会穿 当我们被提起的时候 我们就会有一个不死的身体 死亡了的人都会复活 是有一个不死的身体 这件事才是未来的 这件事发生是唯有当耶稣再一次来临的时候 在最末日的时候 我们才会有拥有必死的身体 除了这件事之后 所有关于天国的东西都可以来到我们当中 就是说我们信徒可以走在水上 信徒可以将水变成酒 这些神迹其实已经在非洲发生着 面包可以加大很多 培生很多 在莫生比克 在很多地方 其实已经有更多神迹其事 在香港甚至是 因为当新娘去敬拜新郎的时候 新郎会将所有东西都加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看最后的经纪 我们看最后的经纪 启示录有一章的二至三 一二三 我看最后的一条 the new Jerusalem descending out of the heavenly realm from the presence of God like a pleasing bride that had been prepared for her husband adorned for her wedding and I heard a thunderous voice from the throne saying look God's tabernacle is with human beings from now on he will tabernacle with them as their God now God himself will have his home with them God with them he will be their God wow 好,我们一起读 我又看见新耶路撒冷 由神那里从天而降 预备好了就如身苦装饰齐整 等候丈夫 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上来说 看啊,神的障礡在人间 他要与人同住 他们要作他的子民 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 作他们的神 我们举起手 神啊,降临在我们当中 美化香港就像新的耶路撒冷一样 让人们知道 香港最好的旅游圣典 圣地就是上帝你的荣光 你的新郎的荣光 亦是他辛苦 因为他充满了上帝的荣耀 他很爱这个新郎 让上帝的荣耀充满这个城市 是很容易去看到医治 很多人在列国里来到我们当中 去得医治和得救 这个城市是一个全球性训练的地方 贸易中心 会影响全世界不同的城市 我们举起双手就是我相信 当这个新郎的荣光 是充满这个新娘这个地方 我们会看到很大的喜乐 自杀的人会停止 抑郁症、精神病 这些病都会离开 医院不会再充满病人 医生会有更多假期 那甚至 神就是有一个旨意在香港 祂提升这个城市 成为一个贸易中心 他将这个城市 和全球最顶级的城市 纽约、巴黎、伦敦 这些国际城市 是连结起来 这个荣光是会触碰到 全世界不同的城市 不需要所有的教会一起合一 不需要旅行吗? 我们只需要一个教会 来爱我们的新娘 就已经可以改变这个地方 这个全球 我们看最后的经文 好 我来对读 《史丽行传》八章六节八节 众人听见了 由汉见匪理所行的神迹 就同心合意的听从他的话 因为有许多人被污鬼附着 那些鬼大声呼叫 从他们身上出来 患有许多痰瘫的 强腿的都得了医治 在那城里就大有欢喜 Amen Thank you Lord 感谢你上帝 I want to tell you Jesus is very excited 我想告诉你 耶稣是很兴奋的 耶稣很爱香港 这个地方就像珍珠 对他来说 他很爱这里所有人 他是想拯救所有这里的人 我们还是要去 这个策畏改和去接受他 但他已经在这个城市 计划了很大的荣耀 但你觉得可能是犧牲 但其实是值得的 他们不需要 Rob在澳洲 神就说我想你来到香港 是的 他没有选择的 你没有选择在哪里住 是他告诉你在哪里住 我们一起站起身 举起双手和敬拜他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